第八百一十集 他废了老三 黑铁老二双目血红 别冲动 我们根本不是对手 黑铁老大还能保持冷静 这时候他只能顾及自己 他一边传音给老二 一边全力奔逃 然而就在这时 然而就在这时 他耳边响起了一道如同死神一般的声音 你 第二个 妈的 我跟你拼了 黑铁老大也是个狠人 明知道逃不了 他全身肛源爆发到极致 护住全身要害 猛的一刀 骚向林明腰间 就在他出刀的一瞬间 他突然感觉到 自己的速度缓慢了下来 在他身边 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扭曲 时间法则 黑铁老大一时间亡魂皆冒 他是圣族舞者 本来在法则方面的成就就近乎于零 如果是强大的圣族舞者 可以凭借自身恐怖的力量 直接粉碎法则 挣脱时间枷锁 打穿虚空 可黑铁老大差得远了 林明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黑铁老大身后 左手持凤血枪 右手握拳 对准黑铁老大颈椎 一拳就砸了下来 一拳就砸了下来 粉身碎骨拳 这粉身碎骨拳 本来就是炼体体系的武技 如今林明不但八门顿驾齐开 而且已经看到了道宫九星境界 这一拳砸下来 虚空都要粉碎 砸在人身上 尤其还是颈椎这么脆弱的地方 即便是圣族舞者也根本扛不住 咔嚓 随着一声脆响 疯狂的震动之力 传入黑铁老大整条脊柱 可怕的破坏力 肆意的破坏骨骼骨髓和神经 黑铁老大惨叫一声 身体猛然一震 脑袋无力的搭了下来 他整条脊柱都被林明打成了碎渣 哪怕以圣族的恢复力 就这样的伤也几乎等于废了 可即便如此 林明还是又补了一掌绝脉手 他不会给对方留任何翻身的机会 毕竟脊柱的伤 如果有好药的话 还是能治好的 而绝脉手的伤 却怎么也得大戒戒王 花费新血 精心炼制的丹药才能医好 而这样的药物就以黑铁三煞的能力 根本就不可能找着 应该说 在他们能弄到药物之前 早已经在混乱之城 死得比狗还惨 砰 黑铁老大的须迷戒爆碎 放在其中的骷髅徽章 被林明得到 而黑铁老大本人 全身经脉寸断 布了老三的后尘 身体如同一堆烂肉一般 砸了下去 林明没有半步停顿 一脚踏出 空间在他脚下缩地成寸 百里距离一闪而逝 下一刻 他已经追上了黑铁三煞最后一人 我跟进拼了 仅剩下的黑铁老二双目血红 他全身如同一个气球一般 鼓涨起来 他体内肛源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马上要爆炸开来 哦 自爆 林明瞳孔微微已缩 有些武者在死的时候 可以催动自己全身能量和体内世界 气血之力引发恐怖的爆炸 爆炸的威力是他们全力一击的十倍有余 哪怕实力比死者高出一个大境界的人 也得避其锋芒 否则很容易就受伤了 然而这种武技太过歹毒 完全是同归于尽的招式 一般武者很少有人学习 除非是那些死士和亡命徒 小子 我死了 我要拉你顶背呀 黑铁老二一张脸已经完全扭曲变形 这不光是因为愤怒 也是因为他体内肛源即将爆发 全身的气血之力都在喷勃 他体内的筋肉骨骼经脉 早已经被混乱的肛源冲得一塌糊涂 此时他的身体就如同一个大肉球一般 十分恶心 嗖嗖 黑铁老二的四肢竟然突然伸长 变软 就如同章鱼触手一般向林明伸了过来 当时在绚乱大陆的时候 圣族武者就有人用过类似的招式 他们通过练体术 可以把身体练得坚硬如同金刚 可以可以柔软如同面团 随便缠住敌人 起血尖刺 黑铁老二猛然咬破舌尖 喷出一大口惊血 至少得有三四成之多 他已经要拼命了 哪还能顾及这些 惊血燃烧 黑铁老二全身爆发出一团血污 而林明却突然感觉到身体一致 似乎全身血脉都受到黑铁老二的吸引 要喷搏而出似的 气血的牵引 让林明也是动作如同陷入泥沼 缓慢了下来 这就是黑铁老二所谓的气血之所 虽然是燃烧惊血的攻击 但是林明还是可以轻松的解脱 但是就是挣脱气血之所 这几个眨眼时间的耽搁 黑铁老二的四肢 却缠上林明的身体 抓住你了 你死定了 你实力强又如何 还不是跟我同归于尽 黑铁老二癫狂大笑 临死之时 他陷入了最后的疯狂 被黑铁老二抓住 林明依旧面色平静 他冷漠的说道 你的自爆 对我没用 他食指微曲 猛的弹出 成百上千个黑色符印 被林明直接打出来 风神大法 这些禁神印 瞬间没入黑铁老二 那高度膨胀的肉身中 禁神印 作为风神大法第一种招式 那每一个符印 其实就是一个微型黑洞 林明曾经用禁神印 破了冰梦的梦魂仙举 硬生生封杀了梦魂仙举 召唤出的怨力神灵 论实力 那时的冰梦 丝毫不逊色于林明 而施展的法则 也是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反观现在的林明和黑铁老二对比 无论实力还是技巧 那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当时林明硬生生封杀了怨力神灵 何况现在是面对黑铁老二的自爆功法呀 这些禁神印的符文 如同一群饥饿的野兽一般 大肆吞噬黑铁老二体内的肛源和气血之力 混动印诀 本来就拥有吞噬一切的能力 神梦法则的众生念力都能吞噬 何况是肛源和气血 是什么 黑铁老二面色大变 他那肉身竟然开始萎缩 此时他体内没入了数百个禁神印符文 这些符文肆意的吞噬能量 以至于黑铁老二的身体 就像一个除满水的水袋 但现在水袋上被戳了上百个洞 水再不停的流下来 炸爆炸啊 我为什么不炸 黑铁老二面容癫狂 不可能 我的圣魔解体大法一旦发动 连我自己都不能阻止 这怎么可能 只是几夕事件 黑铁老二的肉身 已经萎缩到比他原本身形还小的程度 别说什么自爆了 连他此时体内的肛原和气血之力都弱得可怜 如同风中残住 风神大法是封印之法 也是吞噬之法 将一切吞入混动中 自然就完成了彻底封印 黑铁老二体内的肛原和气血之力都被吞噬封印了 他那自爆当然无从弹气 到此为止了 真遗憾 林明硬生生挣脱了黑铁老二 缠住他身体的手脚 这些断裂的四肢竟是没流出鲜血来 他们当中的气血已经被尽神印吸光了 我不甘心 黑铁老二全身颤抖 脸色苍白 有什么比他现在的情况更让人绝望 逃走不可能了 就连用出同归一尽的招式也被轻松化解 可悲之际 你是第三个 绝脉手 林明一掌打出就听 砰的一声 全身气血被吸干 骨骼经脉寸断的黑铁老二 如同死狗一般跌了出去 至此 黑铁三煞 全部被林明解决 林明拿过了最后一枚骷髅徽章 三枚骷髅徽章到手 加上自己的 一共四枚 还差46枚完成避魂级试炼 还差96枚完成泰旋级试炼 看似一半的徽章数目差距 可林明知道 难度的差距绝对不止一倍 越到后边徽章的获取就会越难 该寻找剩下的徽章了 林明转过头 原本战场范围的人都已经跑个干干净净 没有半个影子留下来 这是个聪明的决定 可惜没用 林明在追杀黑铁三煞的同时 就在这些人身体中都摄入了避魂占领印记 他们在这个世界中 无论跑多远 对林明而言都如同黑夜中的灯塔 就那么显眼 如此一来 就是真正的猎杀者游戏了 不过林明却没有第一时间追杀这几个人 而是身影一闪 来到一片高草上 他看了这片高草一眼 声音冷漠如冰 看了很久了 出来吧 风吹草动 高草沙沙作响 然而草里却没有任何动静 林明横沉奉血枪 枪尖上雷火之光闪动 如此 那就只能动手了 慢 慢着 一个低沉的声音传来 高草被封开 一个全身长着淡淡绿毛的妖族舞者 缓缓飞出 脸色极为难看 这绿毛妖族舞者 比一般的妖族要小得多 在林明面前 比林明足得矮一头 林明看向绿毛舞者 对方长得像个猿猴 这皮肤绿盈盈的 像是长了一层台蟹 他身体瘦弱 其貌不扬 比起他之前看到的 妖族青年俊晴 实在差了太多了 可从这小猿猴身上 林明却感受到 一股不同寻常的气息 林明落在地面上 两人相距十丈距离站立 彼此契机都锁定了对方 那个妖族舞者脸色十分凝重 他全身气息运转到极致 你竟然能发现我 这是个怪物 这个妖族舞者从一开始就隐匿在高草中 收敛全身气息 他善于伪装隐匿和偷袭 林明飞上天空的第一时间 他就看着了 可他没飞过去 而是隐匿在林明下方 看着其他四方人马杀来 将林明围在中间 他的打算就是把林明当成诱饵 引诱更多的人来 由这些人彼此拼杀 而后他左手于力 正所谓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绿毛妖族做出了最正确 最明智的选择 可他唯独没算到 林明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一开始就反面黑铁三杀 手法干净利落 让人胆寒 不但如此 林明还在其他人身上 都留下了追踪印记 这个绿皮肤的妖族舞者 本来就是隐匿追踪刺杀的好手 他一眼就看出来 林明留下的追踪印记 可不好解 所以一直潜伏不动 可就是这样 还是被林明发掘了 你在这里看了很久了吧 林明横尘奉血枪 从一开始 他就发现对方了 只是故作不知 我的隐匿术 连圣主和半部界王 都难以察觉 你怎么可能 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力啊 绿毛妖族握紧 右手中抓着一件 几乎透明的武器 这把武器和周围的空间 融为一体 仿佛隐匿在虚空中 不仔细看 根本就看不出来 这是一把匕首 从眼前的这个小个子 妖族舞者身上 林明感受到了隐匿的杀机 这样的人多半是潜伏和刺杀的高手 你是个杀手 气息很强啊 比之前那七个人强得多 我想起来了 我听说这次参加考核的舞者中 有一个一星修罗 就是你吧 绿毛舞者 绿毛舞者微微沉默 不知可否 但林明还是确定了 这个绿皮肤的妖族正是十几个人中唯一的一个一星修罗 在修罗路 凡是获得修罗称号的人 不但是个人实力的象征 这个称号本身就能直接提升舞者的力量 一星修罗能给舞者的实力提升一个小境界 神军后期的一星修罗相当于半步胜中 很好 我早就想试试修罗得到的力量加成了 这场猎杀者游戏 我必须要赢 林明没有任何留情的打算 十多个试炼者 他会一一清理出局 一个不留 在林明身后 巨大的邪神之术虚影出现 邪神之术上 雷霆与火焰交织 能量疯狂的呼啸 林明的凤血枪上 也泛起了碧绿的荧光 这是闭魂占领的光芒 雷火发则跌六重 还有闭魂占领 绿皮肤的妖族脸色阴沉如水 如果眼前这个人真是神变中气的话 那他恐怕是一个大种族最定尖的天才 妖族舞者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林明已经直冲而来 一枪刺出 掀起恐怖的雷霆与火焰浪潮 虚空震颤 风云色变 绿皮肤妖族身边的高草一瞬间 就化成飞灰消散 沼泽变成焦土 天道裁决 轰隆 可怕的巨响 吞噬十里续空 耀眼的闪光成了天地间的唯一 那妖族舞者想要躲闪 然而他却被这恐怖的力量搅入其中 血肉之躯 根本就没法抵抗狂躁的雷火之力 他全身都被雷霆和火焰烧焦 下一刻直接四分五裂 林明心中一惊 这个绿毛妖族很强 林明可不认为自己一招就能将之击杀 而且在这被雷火爆炸支离破碎的绿毛舞者身上 他并没有感受到灵魂的气息 难道是 替身 林明心中划过这个念头 与此同时 他猛的感到自己被一股杀气给锁定了 这股杀气就如同针尖一般 虽然不起眼 可却无比锋锐 仿佛要刺破林明的护体真源 林明想都不想体内世界中肆意的鸿蒙之气爆发出来 鸿蒙空间 随着沉重的鸿蒙之气一散出来 林明方圆十丈范围内成为铜墙铁壁的绝对空间 一般舞者进入其中 直接就会被致密的鸿蒙之气压成肉泥 更别说动手 咔咔咔咔 妖族舞者手中的匕首如同死神的利爪一般切割下来 然而他只是切断三道鸿蒙之气后速度退减 攻击力被削弱大半 什么 妖族舞者心中大惊 而这时候林明已经直扑而来 你无处可当了 耀眼的枪光吞噬一切 向妖族舞者笼罩下来 此时 在黑神堡二层 诸多舞者聚集在这 他们或是打坐调息 或是相互谈论 还有很多人在给多古勒道喜 多古勒地位极高 本来他就接近二星修罗 现在通过了猎杀者试炼 身份更是再进一层楼 刚才银血武士的人跟多古勒私理下谈了一会儿 会出现这种情况 多半意味着混乱之城的城主 向多古勒抛出了橄榄枝 因为多古勒的表现 他要被招进银血军团了 一旦能成为混乱之城城主的直属部下 那么每年能领到的元旗符文凤禄都让人眼馋 而且银血军团的人还能分到一套混乱之城的住所 只要你不背叛城主 也没有意外身亡 那么这套住房就能用一辈子 这样的待遇可是不少人梦寐以求的 恭喜多古勒兄啊 马上要成为银血武士的一员了吧 多古勒兄啊 日后你进入城主府吃香喝辣 到时候可得照着小弟啊 很多以前跟多古勒稍稍认识的人 纷纷过来大排马屁 今天的多古勒无疑是黑神宝的唯一主角 至于黑铁三煞这些人进入猎杀者试炼挑战 这就是个小插曲 人们只是看个热闹 可没有真正的观众 然而人们没想到 就在这时猎杀者试炼空间的传送门突然剧烈的拨动起来 有人出来了 我的天怎么这么快啊 这才进去不到一炷香啊 这就被淘汰了 原本人们就不看好这些进去试炼的舞者 想要通过猎杀者游戏的关卡实在太难 现在好 有人只是一炷香的功夫就出来 那毫无疑问那是被淘汰了 想要通过试炼 怎么也得七八个十 你会谁啊 难道是那个行为最低的人类舞者 要说人类这也太逊了 未必是他 很多时候这实力可不是唯一因素 还要看运气的 这人大概是一进游戏世界 直接就随机到了棘手的怪物那 或者被其他试炼着 抢了骷髅徽章 直接淘汰了 人们纷纷看向传送门 光芒连闪 就在这时一个人影被弹了出来 他就如同一条死狗一般摔在地上 连滚出数丈远 身后流下一大堆血迹 一个银血武士身影一闪 瞬移到面前 这才止住他翻滚的身体 人们定睛一看 只见此人全身是邪 劈头散法 胸口有一个碗大的洞 内脏碎得一塌糊涂 太惨了 在混乱之城 死人这事情那天天有 在场的舞者早就司空见惯了 不足为奇 但是进入猎杀者游戏中 一炷香时间前还意气风发 愁愁满志 转眼间就变成了这副尊容 这视觉冲击力可非常大呀 衣服都烂了 脸上全是血 头发都被血粘一起了 哎 我说这谁呀 看这身材 你们不像那个神变期的人类 这胖了不少啊 哎 我认出来了 这 这不黑铁三沙里那老三吗 哎呦 真是黑铁老三 不知怎么的 还有一口劲 但是全身经脉都碎了 他被人废了 一个武者试过黑铁老三的经脉后 起身说道 再看黑铁老三胸口 一击洞穿 皮肉翻卷 足以见证着可怕的力量 可以想象 当时的黑铁老三在这一击之下 无论肉身还是护体肛原 都如同肺脂一般脆弱 毫无抵抗之力 之前近几十几个人 实力强的确实有几个 然而能够做到这一步 完全碾压黑铁老三 一击重创的 好像没有 难以想象 到底谁干的 好吗 好吗